现大在娱乐圈最不想见到的人一定是薛之谦 实际上他和自己的老公张杰曾经有过节呢 他们二人好像一直来都没任何交集是什么时候节的仇呢 薛之谦曾经公开嘲讽过张杰是软发男 他说自己是歌手既没有向上边公司提起解约 也没有偷也没有想 更没有找比自己有钱比自己红的女朋友来辅助自己 这一段话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张杰 但是知道那些人都知道这一条条全部指向张杰 曾经张杰和薛之谦一起参加了我行我秀 张杰是第一名薛之谦是最后一名 不过他在过程中两人却是一见如故 比赛结束后一起签在了上层娱乐 并且直接签了七年 虽然是七年 但是上层会给他们最顶级的资源和待遇 可是他们两人却没想到刚签下合约 上层的高层几乎换了一个遍 这也代表着之前领导对他们画的饼全部落空了 新领导对于选用处的二人非常不看好 所以薛之谦和张杰多多找他们理论都被无情的敷衍住了 终于有一次张杰气不过 只能解约 和张杰跳大舌头的舞蹈来为他听得热度 两人在一起也是县大主动追求张杰的 当时县大已经是国内一流的主持人了 但张杰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成绩的小歌手 所以面对县大对自己不停的帮助和照顾 张杰也直言对县大产生了好感 当初两人虽然没有官宣恋情 可是频繁的互动 多少让网友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而张杰并不是那一届快男的冠军 可是他的资源且英文县大出奇的好 上快本更是有种混家一样方便 要知道闹手的快本是国内第一大踪影 不知道有多少些人急迫 投了想让一期快本露个脸 而张杰虽说靠着县大逐渐一步一步火了起来 但是他却被一直戴着软汉男的帽子 他被这顶帽子压得有时候上节目都非常紧张 不过张杰也没辜负县大这么多年对他的支持 他靠着一首首歌曲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公司 如今人们提及张杰也不会再说他是县大的老公了